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 这种慣状和奥人家一切众匙 这种慣状和奥人家一切众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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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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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哦把他找你拿走 你用尴 yeni创废了 念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暗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暗住 我们现在第四篇当中主要讲 不要因痛苦而生起厌倦之心 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一个课法 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要观察所短的罪故 而不能生厌倦之心 第二个 观察对治的功德 对治烦恼的功德 而不应该生起厌倦之心 第三个就是说 观察自己的承诺 也不应该生起厌倦之心 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烦恼的罪故 烦恼的过患 千万不能生厌倦之心 在中文当中这样讲 你真既然常 焚灵欲灭处 总比自老舍 生主烦恼地 尽此尚不顾 而肩毛诸胜苦 尚未目的意 不向后逃逸 讲了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呢 首先是用了一种比喻 我们世间的 战场的一种比喻来 说明学习佛法的人的 勇敢自信 那么大家众所住者 什么样的人呢 到了战场的时候 他的英勇无为的精神 都能表现出来呢 这一点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应该非常了解的 有些人到了 非常激烈的战场上 他很分离地 想下滅对方 那么这些对方的敌人 实际上是他没有 我们通过兵器来消灭的话 实际上这些敌人 自己死亡的 自然死亡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也在一百年当中 尤其是我们人类的话 百年当中 必定会自然死亡的 会无常的 这种魔君 会吞没的 你没有打死 他也是会死亡的 有些人的宿命是几十年的 有些是几个月的 也这种有 而且这些敌人 也是被各种业劣 烦恼 痛苦所逼迫的 极其可怜的 非常可别 这种敌人的话 那么世间上的人们 你非要灭绝不可 非要杀灭不可 如果你没有全部消灭干净的话 他就永远也是不会退回的 我会是在这种地方 这种旅行的 还是会有限公园的 是有限公园的 修理人的可能性 是不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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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的 是不准备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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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历史上有很多的一些英雄 他们没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之前 根本不会回来 这就是他们勇敢的一种精神 那么同样的 我们从意义方面来讲 那么 世间的人没有多大的意义 如是地勇敢 如是地精进啊 那这样我们已经在诸佛菩萨面前发了菩提心 而且承诺我要利益众生 自己修学佛法 就这样有一个承诺 这样我们一定要 为什么不应该精进的 就是一直要消灭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一切痛苦的根源 那么自然的烦恼地 它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这个跟敌人 我们下面想比较起来 就完全不相同的 如果外面世间的普通敌人 他给我做的一切痛苦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轮回当中 我活着的时候 所有的痛苦它也不可能的 这个世间前面也观察了 散而去的痛苦它也不可能给我的 这个是我们烦恼地人 对我的特殊的痛苦 特殊的强加痛苦的 这些烦恼它是自然原地 并不是我们有原因的 烦恼 我们从来也没有害过它 我们不管是无始以来也好 在即生当中根本想不起来 我今天欺负那个贪心 让我对诽谤嗔恨心等等 然后他就马上不高兴 不是给我这样爆出的 他的这种 就像我们一些恶人 不用对他造麻烦 就这样 他的这种本性 根本并不是我们害他而造成的 他自己利来都是这样的 利来都是他非常的多 非常的这样 这个凶狠 一直危害所有的众生 所以他是自然的原地 那么就是所谓的烦恼 就是跟世间的敌人不相同的 世间的人们为了这些非常可怜的 自己自然而然死亡的 这些敌人面前有这么大的嗔恨心 又需要这么大的力量 来对付和剥夺 而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也是算是一种战事 对烦恼作战的一些战事 我们来讲 我们一定要 对烦恼进行剥夺 世间的这些人 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 对付敌人有如是的精进 如是的坚强 那么我们作为在诸佛菩萨面前 承诺发菩提心的人 永远也不能退下去 不能退 这一点非常重要 跟战品做菩萨面前 我是有什么受官人承诺发菩提心 뭐�意义что协,菩萨言 今到没有任何事 我们说起来 trim 我被冻缴有什么 那你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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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几十年当中 也是应该想烦恼剥夺 想尽量对着自相续的烦恼 帮助其他众生的摧毁烦恼方面 做一点工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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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观察对着的功德 感谢观看 我们怎么样学习《入菩萨行论》 怎么样学习大乘佛号 那么这个也是世间当中 有些喜欢做战争的一些战士 这张将士是为了一些小小小的利盗 获得一些名声 获得一些名声 获得别人的赞叹 获得一些暂时的地位 财产等等 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到了战场上以后 回来的时候 他身上可能会有一些伤痕 当时在战场上留下来的一些伤痕 没有死 回来的这种了 然后这些伤痕 在很多人面前就是说 我在战场上如何如何英雄啊 就像是他配着的寻藏一样 悬崖 夸耀自己 说我如何英雄啊 世间上的人们只有一点点的利益 都给别人看着这是一个英雄的装饰品 这样来得到的 世间上也是这样的 而我们现在为了利益 世间当中的所有众生 然后进行修行佛法 暂时在生活过程当中 遇到一点点的困难 痛苦 这是有什么不能忍受的 你看世间上 一点点的利益 他也是给别人显露 认为自己是非常英雄 我们在修行与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 身上如果出现伤疤 或者是没有吃 没有穿 真的你在修学过程当中 有点受伤 这就是真正的英雄的标志 他也会发现那衷 要命之后 我也会发现那些二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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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